今天这期节目呀来到我们现场的呀是一对80后的小情侣 现在说他们是小情侣呢可能有一点点不妥 因为前一段时间他们分手了 那今天呢女孩子来到了现场我们首先把她请上来 掌声有请 刚才我说来到这里的是一对小情侣 你认为你们现在还算是小情侣吗 不算啊 应该不算了 在你心里还算吗 算 在你心里还算 那你为什么一会儿说算一会儿说不算了呢 因为之前我提出分手 现在我都想挽回 就是你想说你想分手 结果你后悔了又 对 多久就后悔了呢 大概半个月吧 半个月 对 半个月的时间的确可以让人想清楚一件事 为什么后悔了 之前没有考虑清楚吧 那半个月你是怎么度过的 算是回忆我们这几年的生活 然后 平平想 对 想了很多吧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就是刚开始你说分手还很生气 对吧 然后你可能前几天呢还是在气中 过两天你认为这个男孩子会联系你了 我提出分手 后来想想感觉一些像假的一样 像假的一样 对 就是你觉得分手提的不真诚 我也不知道 我后来想想就感觉那些发生的特别突然 或者像假的一样 所以你认为你们俩不会真的分手的 可以这样 所以你就半个月之后后悔了 你后悔之后有行动吗 有 什么行动呢 我想挽回我求他原谅我 去找他了吗 在我心目当中已经觉得是不可能了 然后他突然出现 我也是 吸得一样挺乱的 他见到你一定很开心吧 没有 没有 那你还记得你们俩那天见面的情况吗 记得 见面是在晚上 然后 他不是你说的那样特别高兴 好像他没有等待我去找他 因为他叫了新的女朋友 他跟我说了很多 他最近过得很好 然后心理成为很好的这样的话 等会儿 什么 他交了你新的女朋友 半个月啊 对 可以快了点吧 我一个挺好的一个哥们给我介绍 你当时很气愤吧 对 我挺受不了的 很生气 你觉得他是气你还是真交了新的女朋友啊 这个 当时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当时 我觉得 他是在敷衍我 或是在 他也在气头上 然后是这样跟我讲 但回头想想也可能是真的 你哭了吗 当天 一直在哭 要说一点感情没有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戏里边也挺 然后你就回家了是吗 对 后来我回到家 打电话了吗 发短信了吗 打了电话 因为 因为刚开始说的时候 我情绪特别激动 我打了他两下 后来我打电话 向他道歉 你怎么打得开啊 他一直在我面前说 他如何疼 他现在的女朋友 然后就很受不了 因为我觉得 这是我跟我一起走过三四年的人 二十几岁 是我自己 虽然是我自己公主 相让的别人 然后我也挺受不了自己犯这样的错误 但是 我觉得他很不理解我 为什么在我面前提 他如何疼他 他如何疼他 新的女朋友 他怎么跟你讲的呀 他就跟我讲 他们大概多长时间见面 然后说那个女孩很能吃苦 他是以前就认识吗 还在十五天之内认识的 他应该在十五天之前认识的 那也就是说这十五天 恨不得你俩分手 第二天他就有新女朋友了 我理解是因为 他接受不了分手这个现实 但是这个已经寂静事实 所以说他如果想让痛苦更减轻一些的话 第一是需要时间 第二是需要新欢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到一个新欢吧 不是 我是考虑以后有更深的骄傲 他把那个女孩当成膏药了 有个伤疤啪一天 我理解是他倒不会认为说是 拿别人当挡箭牌或者怎么样 他可能就是认为 我们俩非手已经既定事实了 他很痛苦 那他 怎么就既定事实了 是 因为我当初提的 非手提的特别坚定 有多坚定 是不分不行对吗 对 当时我压力特别大 为什么提出分手 我觉得我们今天压力特别大 当时没有条件来结婚 然后大家有提出结婚 感觉是时间好多 事情很多 对 主要还是考虑家庭压力吧 然后他可能最初 特别想回老家 我特别想留在北京 我是那种 如果结了婚就一定 也不是说一定 就一定要 首先要能承担起 生小孩就一定要养得起 但是我们觉得 我们当时没有那个担当 所以说我就不想结婚 我觉得 我一定是 生了小孩我们养得起 或者养得更好一些 有了这个担当的才感 就是说 不仅那个红地毯吧 你那时候说分手的时候 是真的下定决心要分手了吗 还是只是说说 就是女孩子闹闹脾气 也许不是吧 真的想好分手了 总 我现在想想的话 如果当初他能给我一个承诺的话 或许我不会提出来 他当时没有给你承诺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承诺 在北京几年之内 我们如何如何 或者是 哪怕回到老家 他也能 在现场买到房子 没有稳定的工作 现在过这样的生活 那我是想找一女朋友 是 能 很非常甘心 死心塌地地跟着 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 他有没有求你说 不想和你分开呢 当然有 他是怎么说的当时 我印象学生那句话就是说 你怎么就把我这一辈子就看透了 话外意思就是说 他将来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 但是他不敢许家任何承诺 他说 我现在没法跟你什么承诺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更不能接受 他在你们分手 尊重分手15天之后 就有了新的女友 对吗 对于他来说 可能是说就是在半个月的时间 对于我来说 他去年10月份 就有提出分手的要求 在那个时间 我们俩人感情就一直缓和 因为他曾经说他那样爱你 是 他说过吗 说 说 你的委屈可能在这里 我觉得 你以为 他一直认为我 提出分手 就是特别不注重了这几年的感情 特别很 但是我觉得很委屈 我也有我的压力 我家里也会跟我很大的压力 我自己也会想将来的很多事情 如果觉得没有担当去担当 去担当未来的生活 那好像只有逃避了 对 你这段时间 他告诉你他有新女友之后 你做过一些过激的事情吗 做过 比如说他在跟我说 他对他女朋友如果好的时候 我就刷了他两把掌 我觉得他不应该 在那个时候 我还一遍哭一遍跟他聊天的情况下 他跟我说 他对他新的女朋友怎么样 提出分手是他提出来 我 四年 跟他四年那感情嘛 我一直对他都挺好 我觉得后来分手 这个结果不应该 我挺恨他 我觉得 他现在出色 虽然不用说是我培养出来的 但至少他那几年 是我陪 我陪他一起走过来的 他刚才北京 从每个月八百块钱的控制 到现在 虽然说不是 四五千很多 但至少 要比一千千好多 那几段是我陪他走过来的 为什么他现在像模像样了 我要红手像样对他人呢 虽然是我犯了错误 但是 有几个人 医生不会犯错误 他总不至于拿这个来刺激 后悔要是很难看 还是让我特别伤心 这次见他离现在有多久了 半个多月了 这半个多月来 你跟他打过电话吗 打过 我一直在打电话 他现在特别冷漠 发过软信吗 发过 他偶尔回 偶尔不回 不敢对他好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不想跟他合好 我怕他会多心 我们四年的感情 就换不来一个我无知 犯下的错误吗 我把自己写得很卑微 我求他原谅了 你放下了女孩的自尊 对吗 对 我放下所有的自尊 他怎么回复你 他说你爸忘了吧 你过得开心就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张爱玲的文字 在我特别小的时候 看过这样一段话 当你爱我的时候 我的心在沉睡 当我回来爱你的时候 你的心却已关闭 笑你吗 是 所以你觉得你用了 所有的力量 所有的女孩子 能够放下的一切东西 想把她要回来 对 那时候我是挺难舍难分 挺 挺舍不得的 这种感情 然后 在她的印象当中 在分了之后 她还是感觉 我离不开她 她随时回来 我都可能接纳她 我有时候 晚明两天夜里也睡不了 通宵睡不着 我有时候夜里两点三点 都会给她发信息 但是她第二天也不会回 你是不是会一整夜盯着那个手机 我虽然不会盯着手机 但是那两天 可能说 不知道自己睡没睡 就是迷迷糊糊过来的 其实前半截我能感觉出来 你一直在忍 对 各位老师来说一下第一印象 恋爱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现在更多的可能是 不是说真的有多么爱这个人 而是放下了之后 我吞不下那口气 像你刚才说的一句话 拱手相让给别人 更多的可能是不甘心在你的心里头 就是男孩子15天后 就又和别人在一起 就这个事实 他不止只是15天后 很有可能是两天后 只是他15天之后才知道 才知道 就如此快的速度 就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就这一个事实 其实就足以 对这个女孩子构成打击 甚至是对任何一个女人 都会构成打击 就因为什么呢 他过去这段爱 不管磕磕绊绊也好 还是说谁付出的感情 更多一点也好 总之是一段情 那么一段情呢 突然被一个人 在两天或者15天之内 就跟别人好 以这种方式作为了结 就这种方式本身 就相当的残酷 所以说非常能理解 这个女孩子的心情 马丁 最近热播一个电视剧 海言三部剧 里面有一个角色 特别有意思 叫抹布女 一块抹布 有句台词叫做 当初 我把你身上的泥土 都擦干净 让你变成现在这样 可现在 你却像把我甩掉 甩掉一块抹布 嗯 是不是这种不甘心 也有 但更多的是我放不下 黄岛 代表 男人被否定的那个过程 可能作为你这一方 你很难理解 他当时承受了什么 男人最怕的是 女人因为瞧不起 瞧不起他要离开他 比如说他有很多问题 问题不是因为他无能 比如说他爱跟女孩子说话 爱跟别人联系 爱喝酒 爱聊天 无论你对他发什么样的脾气 我以为他 更多的能把他 理解成那是一种在意 但是你说 我们的未来很渺茫 你要给我承诺 他说我将来一定行 这个过程 其实他已经很痛苦了 所以他 在你离开他的时候 选择了一份新感情 我不知道那份感情 有多么坚定 但至少 那份感情 可能对他的痛来讲 是一种弥补 你们最近一段时间 一直在闹分手对吗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 对 对吧 第一次分手是为什么 去年九月份 他把工作辞掉了 回老家 原因是 他家农忙 我虽然理解他 作为一个 说家里唯一的一个男人 回家帮着一些 但是我还是 多少有些意见 不应该辞掉工作 回家一个多月去农忙 在我理解 他是的确很孝顺 但是太顾家 太练家了 所以你们那次分了吗 没有 没有分开 对 后来是他求你 又要在一起是吗 他一直在 求我不要分手 所以在那份感情中 你是处于优势地位的 对吗 对 他是宠着你的 对 他很疼爱你吗 对 这几年来 他每年 每天都是他做饭 多数时间是他做饭 公司有各种聚餐吧 他都会把我带上 倒不是说那个 那吃什么 主要是因为他 还有一个人在家 有自己不想做 或者是吃得不好 一个人 他经常会哄你吗 会 他会逗我开心的 怎么逗你开心啊 把我惹火了 再哄我一下 爱情中那种小快乐 你们都有 对吗 想吵 想闹 对 在你们这一次 彻底分手之前 你们也小分过一段 对吧 嗯 小分过一段 那次分了多久呀 不记得了 嗯 从这那段时间 他很痛苦 嗯 就那个时候呢 你是优势方 现在呢 变成他是优势方了 对 春节 你们俩在一起吗 啊 春节我们一起 回到老家 但回到老家之后 就没有再联系 就那个时候 也在闹分手 心情不好 对吗 我感觉在火车上 还像一对情侣一样 所以想想总觉得 像假的一样 就你们俩 最后分手的这一次 是什么 是年前还是年后啊 年后 年后 对 嗯 所以就是 这一次分手 在你心里边 你也没认为 会真的分 对吗 我感觉 迷迷糊糊的吧 嗯 因为我当初 没有考虑 考虑到自己会后 我也没有考虑 做那么多结果 如果考虑到 我一定不会走这条路 假如你 输了分手 你们就真的分了 数天之后 你认为 这一切是错的 你会回去找他了 然后他就说 啊太好了 你回来找我 那咱们好好过吧 你觉得你能好好过下去吗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嗯 这是你想象的 我觉得一定不会 我也认为是 就孔曼刚才说那个 就是说你现在 不仅仅是因为爱这个男孩 更重要的是 你不喜欢这种失败的感觉 你觉得你被另外一个女孩打败了 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我不觉得 嗯 你觉得你就是爱这个男人 对 你有多久没见他了 你说吧 今天来这儿见到了吗 见到了 嗯 说话了吗 没有 如果我经过你想跟他说什么 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你今天为什么来到我们这儿呢 我希望能得到帮助 挽回他 你把我们这里当成了 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 对 你一定想抓住对吗 对 我也特别想帮助你 看你这么难受 我也很难受 但是 不知道这个男孩 他的心里面 是不是真的有别人了 还是他只是在气里 或者更多一些 你觉得是 他主要是在气你 对吗 我始终觉得我们四男孩 感觉分析特别牢固 你始终觉得他不会真的爱上别的女孩 哪怕是有一个 至少不会这么乖 嗯 哪怕是有这么一个人 对他还不错 但是你认为那并不是真正的爱 对 他的心应该爱你 嗯 现在我不敢这么说 但他那么短时间之内 有一个女孩出现 我觉得 不太可能 嗯 好 那你休息一下 我听听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好吗 你好 还挺高 请坐 不错 长那么漂亮一女朋友 你可没人长得漂亮啊 是 这我承认 你承认 对 但是提出分手是他提出来的 嗯 你看你这优势心理吧 他提出来的 你们分手15天之后 他会来找你 你想到了吗 我想到是他一定会后悔 嗯 为什么呢 但是因为我感觉四年当中 我对他已经挺 挺关心他的 嗯 一般男人做不到我这点 真的 我朋友都这么说 怎么做 做不到 你举个几个例子 你怎么对他好的 嗯 四年一直都是 我一直在打理家务 嗯 上班 上班之余打理家务 就翻译 上班 下班就是家庭富难 对 上班还得挣钱 对 嗯 而且我还没有那些 什么不良思考 我不抽烟不喝酒 嗯 也很少出去 就是爱 就是爱你朋友 对 没别的毛病 可以这么说 嗯 那个时候你怕他吗 嗯 也 他没有说怕他 但是我什么事 作为男人来讲 我挺让着他 然后你当时 你跟他说什么 把他给激怒了 打了你两巴掌 我说 我又交了一个新的女朋友 嗯 然后呢 他以为我是摘气他 我也以为你摘气他 但是当时也有那种心情 嗯 因为毕竟他提出分手之后 搬走之后 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人 彻底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 嗯 你说你找了一个新女朋友 然后你还说别的了吗 我说我对他挺好的 有这么说话的吗 然后在你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咔咔两巴掌就上来了 眼冒金星 以前打过你吗 打过 以前也打过 不抽烟不喝酒 女朋友打了也不关心 打完之后 你只要打我 我就很快找个女朋友 请问 当时你什么反应啊 当时躲贝 你知道今天来干嘛来了吧 知道 干嘛来了 他想请我原谅他嘛 嗯 但是我不想 我要是想的话 也不会找到今天 不会到这里 我感觉只有他死心的在来 我也这样说吧 他想请你原谅他 但是你不想 你已经把结果认给我了 因为我跟他不止一次说过 我说你给我一个 让你回头的理由 他自己都想不上来 你让他给你一个 让你回头的理由 对不对 对 就你回去爱他 你得找个理由 对 爱有什么理由呀 就爱这人就爱呗 爱得有点怕 嗯 你是我一个 你离开人家15天以后 就找了一个女朋友的理由 他可能是小时15天 但是我俩人都分手 是在年前的事 他总是为他自己的做法 找个理由吧 这是人之常情 所有的人都会这样吗 你先跟我确认一件事 你真的有新感情了吗 我是交了一个女朋友 但是感情可能是发展还一般 嗯 真的交女朋友了 真的 行动够快的呀 打篮球的吧 也不是 是我一个挺好的哥们给我介绍 嗯 什么时候给你介绍的 嗯 在分手之后吧 二个四十号左右吧 你什么哥们这么及时就给你介绍一对象 最好的 可以说是最好的 你是不是说你早离开他了 给你介绍个新的 因为我那个哥们对我脸也是比较了解的 然后这几年当中我是一直对他是什么样 我哥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嗯 觉得我不会看错 给你介绍个新的你就立刻接纳了 嗯 那也没办法 我没想着跟他 我想也是想不上来了 不是 但我们正常感觉这一段感情和另一段感情中间所得传传气吧 我觉得我从年前就一直在传气 嗯 即使是从年前就在传气 那不也就一两个月的事吗 但是他分手的时候挺绝情的 那我 我肯定还会继续我往下的生活 嗯 我觉得你这种刚失恋刚分手就在找一个属于田控的 我们说田控的这种感情啊 能成的不是没有 少 你可能能够了解他们两个 对 他那哥们觉得你这四年太不容易了 兄弟啊 我要是你我都受不了 他怎么能那样对你呢 他那哥们一定在他耳朵边上说过这种话 对 是吧 是比较了解 我太了解你那哥们了 你那哥们就跟马丁是一样的 我 我 我不会干这种事啊 您为什么呀 我要把孔曼娜这样的女孩介绍给你 我对他们负责任 你们俩不一定能跑到一块去 我这害了他有可能 谁说的 我太了解这小伙子了 这小伙子那时候对那女的那么好 他把这故事只要讲给下一个女孩 这个下个女孩一定会愿意接受 因为他已经做了一个模板 他就是这么好的一个男人 不 他说那可不一定 有很多男人呢 在这一段感情中呢 他可能是对人特好的 在下一段感情中 没准他是大爷了 还得别人伺候他呢 请问现在这段感情中 你跟新女友感情如何呀 你是继续伺候人家呢 还是人家开始伺候你的 因为他也是做销售的 时间挺紧迫的 然后见面的时候也比较少 你这新女友知道 你跟那前女友的事吗 不知道 从来没有说过吗 没说过 你这从来没跟你这新女友说 哎呀 我这前女友还没弄清楚呢 没说过 那你压力多大呀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已经很清楚了 我俩人几乎就是算是分开了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一对四年的感情 在分手 彻底分手的十五天之后 你就给人家讲 我跟我新女友感情可好呢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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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哪年出生的呀 1980年 现在想象那一天 会不会有点不成熟啊 也不是 我是觉得他分手了 是他提出分手的 挺坚定的 但是我肯定 因为我年前的时候我也有一直在挽回 但是他没 你这属于是得理不着人了 老再说是 当然是他分手 可是他分手以后 你十五天就有了一段新感情 你有没有觉得他心里会接受起来很难呢 但是我还说一句话 我俩人分手的最终原因肯定不是在于感情 这个可以 那在于什么呢 可能是各方面的压力吧 哪方面的压力呢 可能是包括家里边 他父母吗 对 我没有觉得说 你分手之后找一个新女朋友是错的 我没有这样说 我只是觉得 毕竟你们相爱过四年 你看到他现在这样的状态 是不是也会挺难受的呀 是 所以说我感觉要是不见的话是最好的 相见不如怀念 你新交的这女友 他就不问你说你以前有没有女朋友 因为这新交的女朋友 是我哥们的小姨子 哥们的小姨子 哥们的小姨子 哥们还真够大方的 你小姨子扔火坑里 这不一定是火坑 这个关键是 那就是说你哥们对他 他也保密着呢 也没有 就是跟他说过 我以前交过女朋友 但是简单的盖过来 没聊得太细致 你跟你哥们总接过的 说我跟他开始恋爱可以 但是你不能把我以前的情况 说给对女朋友 我没有说过 我说说了也无妨 但是我这人从来都是比较 那就是人家知道 故意不问你 新女友比较聪明 你觉得是不是这么回事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那边 我觉得他还是不知道 你这个前女友 后来不是来找你了吗 不是动手了吗 回家之后他说 他深夜经常给你发短信 对不对 对 你是夜里看到 还是第二天早上看到的 夜里看到 夜里看到的 回过吗 没过 为什么不回呢 不想回 不想回 对 你觉得心彻离走了 对 那个时候 你看完以后是高兴得意 看看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还是觉得 根本就 这人我已经不惦记了 关了 我觉得 不值得我惦记 我觉得他这样说的话 可能是找更多理由 或者是借口 让自己好受一些话 可能他心里真的够了 为什么不值得你惦记 因为我四年 对他一直都很好 后来的结果是分手 在我心里一直有一可 人的一生中啊 我们可能会有过 那么一段两段的爱情 即使是 你们最后分手了 但是你们有快乐过吗 有 你怎么能说出来 他不值得我惦记 这样的话呢 可能是恨多一点 你对他恨多一点 对 他可能是之间 他跟我提出分手 人 他说他也有一段新的感情 他怎么跟你说的呢 所以说我才是那么彻底 把心扯着 他经常会跟你说吗 我是 他光说我也不信 因为我还看到 我 看到了 照片 他会怎么说呢 他给我 当面也不好跟我说嘛 他发短信给我 说我已经开始新的感情了 不是那个男孩照片 是他发给你的吗 还是你在哪里看的 是因为分手了之后 有一台台式电脑 然后后来我自己又买了一笔记本 我想把那个台式电脑里边属于我的资料考出来 然后无意当中看见 他去跟那个男孩一块出去玩的时候照的照片 是合影吗 合影 对 那是我们跟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爬山的合影 很亲密吗 看他笑得还挺甜的 当时你当时啥感觉呀 当时什么感觉啊 我觉得已经这个女人已经不属于我了 脑袋都快爆炸了吧 也不敢想 笑得挺甜的 是指那个男孩和那个女孩各自的表情 但是他们俩是怎么笑得挺甜的 是他看着他笑得挺甜的呢 还是他看着那儿笑得挺甜的 这俩地儿啊 应该没记错 应该是拽着那个男孩的胳膊 偏着头照的相片还笑 这样的 对 情侣状 这个从这点上我也不敢相信吧 但是我就觉得 我觉得你们俩都够快的 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嘛 但是情人节的时候 他收到好大一束玫瑰花 他还把它放到网上了 被我看见了 就是真玫瑰花 他拍了照片 对 把它放到网上了 对 来帮我把那女孩请回来一下 我觉得普通人 普通关系 肯定不可能送了好大一束玫瑰花 还在那么特别的日子 是吧 你刚刚在掉眼泪是吗 对 哪句话让你那么难受 我不值得他定性 我就知道你是因为这句话 所以我把它拎出来 强调了很多遍 这话你不能忍受对吗 我后来给他发过好多短信 没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犯错误 一是死人 二是没出伤的人 我真的 我们这四年的感情 就会不会为我无知犯下了一个错误吗 但是你犯的错误 是要我最难以接受的错误 但是难道你不知道 一份感情出现 两个人都需要负责任吗 虽然我知道男人要面子 也不必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自己身上 难道不是吗 我承认我有很多毛病 你说我是要面子 要面子是谁都要面子 但是我觉得感情肯定无关于面子 是吧 你很怨性你知道吗 那肯定还不怨性 你不是一般的任性 你是太任性 我任性 犯了什么样大的错误 都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那个时候你真的有这样一个男朋友 对吗 他不是我男朋友 我就是觉得 我可以说实话吗 我们俩相处四年 你送过我话吗 那时候这样 唯一收到的那么一大树玫瑰 我大概三年间还收到我一只 那是我们经理送的 但是我没有拿到家里去 我怕你心里会多想 那是部门经理 每个女孩都会送一个 但是我没有拿到家里去 我最爱的女孩 我不懂浪漫 那女孩 那你就不要回来找我了 是吧 一直对负荷苦苦坚持的李女士 此刻却听到前男友 如此绝情的话 那你就不要回来找我了 她卑微 她执着 可是始终无法挽回前男友的心 好男人的标准 不是说你对一个女人有多好 是对你有个普遍的一个原则 什么人能伤害 什么话不能说 你毕竟爱过她四年 就算以后不来往了 离开这节目再也不见面了 你不能直接往人心里捅刀 你信不信你刚才的话 其实你不是在伤害她 你同时也在伤害你现在的这个女朋友 如果她要有幸看到你刚才的话 我要是她第一时间选择离开你 这样一个男人不值得我去爱 你不懂得浪漫 这不是你的错 但是也不是全世界的错 你要知道一个男人连这么真爱的女人 四年没有送过一束玫瑰花 你居然把她当成一种优势 那你可以不来找我 你知道一个男人要这么冷漠的话 你就要一次次的失去 值得爱你的人 对你的信任 今天我们真的没有资格和权力 必须要批评你 但是作为你的一个 可以说是你的长辈 我要告诉你 比如说我曾经也有过失恋的时候 或者我曾经也有过分手的时候 我曾经也有过被分手的时候 对方夜里给我发信息 我也有过不回的时候 但是我是流着泪不回 我要坚持 我要争气 我要为我自己争气 我不能回 但是我是在哭泣 同时在那一刻 我无论如何觉得对方也不容易 他毕竟是在给我发出一种 歉意的信号 而你说你根本就不介意 或者不在意 这些话都让我觉得你不够成熟 是这样啊 先生 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批评你的意思 只是呢 我觉得我们想告诉你 在人生这条长路上 咱们应该怎样去 让自己 让别人都活得舒服一点 你今天来 来这里 我想你不是想出气的吧 不是 你不是想出气 你不是想说好 我来这儿就是告诉大家 他曾经怎么怎么怎么对我不好 你看他今天哭成这样吧 你不是这意思吧 你告诉我你的初衷是什么 我也很老的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怎么想 对啊 就你的初衷是 分析一下你们俩的情感 分析一下你现在的日子 如果真的需要分手的话 大家和平分手 是这意思吗 对 是这样吧 然后大家谁别打扰谁了 对吗 那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的 刚才的很多话 可能就不该说 这些话你很难受吧 是不是 你会问他分手之后 我对他什么吗 我想先问一下他现在的感受 你关注过 关心过他现在的感受吗 你想挽回 是因为你还爱这个人 还是因为你不认输 你必须要诚实地回答我 人一辈子有很多个四年 但是只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四年 之前我没有珍惜 但是每个人都会犯错 但是我现在想珍惜 你刚才那个问题 其实没有回答我 就是我问你之前 你是不是真的找了一个男朋友 他不是 那他是谁呢 追求者可以 可以啊 你有没有跟你的男友说过 我已经有了新男友 说过 那你那个 那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当初我们是 他几月份回到了家 我们十月 我十月份跟他提出分手的 然后就开始讨论 是谁搬走的问题 他当时很男人 他说 那肯定要有一个搬走 后来他说他搬走 后来他搬走了 但是住宿特别冷 我说你回来吧 后来他就回来了 但是 我就只有在等他找到一个 不冷的住宿 再搬走 他说 年前会搬走 结果年前那时没有落地 就没有搬走 当时我觉得身心疲惫 说是分手 但是还是住在一起 那种心情的 所有的感情 感觉让我特别特别累 在我这边认识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那这样不想办 都可能是因为 还想挽留 或者是 因为还有希望吧 是这样吗 我就说 是这样是吧 我就说 我已经开始 新生感情了 就是这样 你跟那个感情 没有开始吗 没有 你确认吗 我确认 我没有同样感情 当初分手的决定 特别坚定 但是我还放不下他 我确定我放不下他 其实我接触分手这个决定 那我只好找一个新婚 来让我忘记他 你觉得呢 我也不知道 不了解 你觉得你现在 开始你的新感情了吗 也没有 其实也没有 对 我觉得我对他挺好 我觉得你 你不愿意接受我对他这个号 肯定还会有人愿意我接受 是接受的 你是在气他 因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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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用的一招 共同用的一招 就是一招先吃变天呀 对呀 嗯 这一招你俩 你看这家 这用来用去 都用一样样的 那个男孩说的那个 还没有开心的感情 我看到这个女孩好像 轻松了一些 嗯 眼角也 嘴角也 有点笑容了 嗯 他说的还不一定是实话 嗯 他有可能是 你说的 你说的是不是实话 待会儿我再告诉你 但是他说的可不一定是实话 嗯 因为 这个男孩子可能迫于我们现场的一些压力 他不一定能完全表达 他真实的想法 但是呢 我却觉得呢 先生我只是 我是希望你说实话 但我只是不希望 你用过激的方式去对他 但你对我们要说实话 你真的没有开始那段新感情吗 嗯 我也不知道他应该怎么说 嗯 我听你说吧 在你心里已经是不可能了 临所当然 你可以交新的女朋友 至于以后能发展到什么样 那就是随缘了 如果发展到好的话 他可以 他也许就是你将来的气负 如果发展不好的话 那也是个路人假路人蚁的关系吧 这就是这些想法 因为你谢谢真的方向 那你 对吧 我俩人就是他很能说 我不能说 嗯 我的意思是说他最后那句话 说的 你听明白了吗 我因为 你心里根本放不下我 他要是不回来找我的话 我觉得 应该时间 能把这些事都冲大了 嗯 但他回来找你之后呢 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对 我有点不 我觉得很为难 很为难 体会到左右为难 左右为难 对 我 给我不能复合的理由 就是 是我最好的哥们 给我介绍的女朋友 而且跟她的关系那么好 我们都开始交往了 你现在又返回来 如果我跟你和好了 那边算什么 你想听一听我那个哥们怎么跟我说的 可以啊 他是劝我跟你说好 但我刚才说的话 不是你曾经跟我说过的话吗 你不要去回忆 他曾经跟你说过的话 曾经跟你说过的话 真的一点不重要了 嗯 或者说 不是很重要 现在的话很重要 那你刚才想表达什么呀 你以为我是无关于 暗于面是吧 我现在不知道 嗯 哎 先生啊 是这样 我有几句话想单独问你一下 你先回避一下好不好 嗯 把内部电视关一下 现在呢 我可以保证 你在厂上说的任何话 他是听不到的 本来呢 我们没有设计这个环节 本来呢 那我以为你们俩真的就是已经铁板钉钉的 你开始了新的情感 然后呢 他呢 想复合 我们在这里呢 劝你们赶紧分手 或者劝那女孩赶紧放手 但我听上去呢 我现在觉得跟我想的不完全一样 所以我特别想问你几个问题 为了彻底的弄清楚 张先生对这段感情的真实态度 主持人特意安排李女士回避 希望张先生能够打开心扉 放下对李女士的怨恨 说出真实想法 而这些能否奏效呢 你心里边 对现在这个女孩子 还有那种深深的牵挂吗 有 有 她回来找你 你从心里说 是高兴的吗 我很累 她一回来找我 就觉得很累 很累 对 为什么 她又给我添了不少的心事 也就是说你不希望这段情感 再有任何复苏 因为我怕重走老路 因为这是你们俩之间 很好的一个契机 假如说你对她真的 还有一点点情感的话 假如她自己做了很多调整的话 你真的觉得你们俩 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吗 我怕她的调整只是展示的 我一定要要你的内心最真实的回答 如果你觉得还有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调整她 然后看她能不能做好 但我们不一定希望你们立刻复合 而是互相观察 如果你认为真的我那边 已经开始新的感情了 咱也别耽误别人 对不对 你就好好过你的日子 我们就劝她赶紧放手 因为我那边是交了一个女朋友 也谈不上说有多深的感情 毕竟刚开始 也看不上什么结果 因为我可能 到什么程度了 就是偶尔约会接见面 吃饭 一块吃饭 牵手 接送她 送下班 下班 你回答我是牵手了吗 没有 还没有 没有 因为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那个女孩 没交过男朋友 我是觉得女孩挺保守的 好 那么现在我再问你 如果说爱的话 你还爱她吗 不敢爱 不敢爱 对 张先生不再咄咄逼人 而她分手的决心 也在慢慢动摇 但同时 又左右为难 犹豫不决 而此时在观察室中 对场上所发生的一切 并不知情的李女士 一直在独自发呆 她的内心 又有着怎样的变化呢 她刚才一再表示 她可能是一个孩子一样 犯了个错误 但在我的角度来讲 她可能发了一个最自命的错误 你觉得你们俩 假如再复合的话 有一点点希望 我觉得按她那个 现在的想法走下去 我觉得不可能 按什么想法可能呢 因为她跟我的思想 总是不一致 这样啊先生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特别急迫的 想知道你一个真实想法 你到底是觉得今天我来这儿 我只是想跟她从此说再见 还是觉得我很纠结 我想听大家怎么说再决定 我也想听大家怎么说 想听大家怎么说是吧 对 我在这个女孩不在的情况之下 我想跟你探讨一个短短的话题 我觉得你的撤退 你的拒绝这里边 有一种东西在里头 比如说 曾经她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她的那种强势 不是单纯的她性格上的那种强势 是不是她在能力方面 或者她对她自己要求 是你当时恐惧过的 你觉得她的想法 和她对你未来的要求 你未见得能跟得上 你不够自信 你特别希望下一段情感 别让你这么累 男人有的时候挺怕累的 因为你不知道未来是什么 而你担心的是 如果你答应她和好的 之后呢 她又重新要求你 或者说重新把原来的要求拿出来 你又继续进入了一种 看似很相爱 其实很累的这种状态 你不愿意那样了 对吧 对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以为我应该跟主持人和大家 跟你共同商讨一个东西 就是有的男人呢 怕累呢 就一辈子不累 不受累 但是一辈子不受累的男人呢 是受累一辈子 因为大家都在挑剔你 觉得你这一辈子 连你自己到老了都觉得一事无成 还有一种男人呢 虽然有点淡淡的怕她 但是在她的这种要求 下和吆喝下呢 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成长了 就出色了 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对于你来讲吧 是个机会 你比如说她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欠揪内揪 恨不得揪自己 我怎么能犯这么大个错误呢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缓解一下她曾经的那种强势 而如果你觉得你将来想进步 我还觉得你不一定把她这种强势全给删没了 很多男人就是因为一个女人 在压力中变得成长了 进步了 送给你 其实 节目到这里啊 我几乎都不用拿我的这个手卡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在我的手卡上 我们编导的采访中呢 你特别坚决的告诉我们 你和这个女孩子 可能 绝不可能有未来 你已经深深的 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 但到此时呢 我觉得事情好像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我们来看看大家举举手吧 你们觉得你们俩之间还有感情吗 认为还有感情的请举手 举高一点 举高一点哈 全场好像这小伙子第一个举手的 你觉得还有感情对吗 我觉得有 嗯 你觉得这男孩该怎么办现在 男人有自尊 但是他如果说伤了男人的自尊心 一人都在哪三的 伤了哈 我感觉 其实就是男人挺重要 但是我感觉感情还是在的 其实虽然很任性嘛 但是就像王老师说的 对你还是有帮助的 有好处的 你觉得呢 我也是希望他们能继续在一起 就希望这个男的能原谅那个女孩 嗯 我觉得那个女孩会改 真的 你觉得啊 对 我觉得男 我觉得会 会彻底改 你能帮我一个忙 倒回去再问那男孩一个问题吗 嗯 我想问这个男孩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自尊重要呢 还是自强重要 我感觉都重要 如果这两个 所以你分个先后 你是要自尊 还是要自强 当然是自强 你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就是有了自强 你才有权利去有自尊 对对对 对吧 对是这个 我请你回答 嗯 姑娘你觉得呢 我觉得如果他要跟这个女孩好了以后 他一定会特别幸福的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你经历过一段感情以后 你那心里边就会发生一种巨大的变化 嗯 我觉得如果以后谁 不论谁跟这个女孩在一起 这个女孩一定会好好珍惜他下一段感情的 你是不是就是没珍惜上一段呀 没有 不是不是 反正就是看的也多了 自己也经历过 反正 你多大你就看的也多了 我不小了 我已经25了 刚才谁没举手 你没举手是吧 姑娘 太纠结了 那女孩出于报复心理 她的报复心理挺大二强 自尊心是一点 但是感情面前 自尊心好像都是双方同样放下的东西 嗯 哎呀 大家说的我有点迷糊 这样 你休息一下 我看看她的真实愿望是什么 好吗 听到我们刚才的谈话了吗 没有 没有 对 你知道这个男孩给我们答复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你希望他是什么样的呢 我希望他能再考虑一下 再考虑一下 因为如果我现在相信他这次的答案是 可以和好的话 可能有点假吧 是这样啊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嗯 当时你们俩分手其实中间有很多你父母的原因 对吗 对 压力吧 压力 你觉得爸爸妈妈是不喜欢他的 还是爸爸妈妈是不希望你过得不好 肯定是希望过得好一点 嗯 假如啊 咱就退一万步说 假如你还真能跟这男孩在和好的话 你觉得你父母这一关能过吗 我父母是很开明的人 他不会左右我的感情 以前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你跟这个男孩动过手吗 在他看来算是动手吧 他惹我的时候 他比较喜欢惹我在看着我 找狂吧 嗯 但是有时候我真的很烦躁的时候也就会吧 你们俩订婚了是吗 是这样 订婚他给彩礼了吗 给 给了多少钱 妈妈 那你要跟人分手 你是不是得还人这彩礼钱呀 是 你准备还吗 已经还了 什么时候还的 11月21号 是你父母去还的吗 我父亲打到我的账号上 让我再打给他价 这样 你父母当时是同意你们分手的对吗 当时是 也不能这样说 因为当初我10月份提出分手 然后我就渐渐跟家里透露了一些 家里也就知道了 然后可能也当真也没当真 他也闻到一些小矛盾吧 直到后来我就说 我已经确定跟他分手了 然后 就说到财礼的事嘛 家里分手肯定要说到财礼的事 然后我爸就一直问我 他家里人知道吗 然后我就问我男朋友 我说 你跟你家里人说了吗 他说说了 如果双方的父母都知道的话 双方父母不可能不通电话 也就是说你认为他父母根本不知道 对 我想要家里边知道 因为 家里边为我 终身大事已经很吵析了 我不想一下让他们知道 来帮我把对面电视关一下 好 你有什么问题 姑娘我想跟你说一个问题 但是我希望避开他 我现在是想问你这样一个问题 你真的想好要跟他复合 这是我看得出来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其实你当初跟他的分手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你要的是一个自强的男人 你要的是一个强大的男人 你要的是一个可以给你带来 完全不一样生活的男人 但是我要负责任的跟你说 他也能做 但是不一定能做得到 或者说这个男孩呢 看上去属于那种 不大喜欢那种特别锋芒的生活 或者疲劳的生活 或者说 与众不同 这他很知足常乐的 他是属于知足常乐的那种 对于这样一个心态的男孩 其实有的时候你想改变他是很难的 我想问你 如果他将来真的不能够改变 即便你们走到一起 你觉得你们还会出问题吗 会 会 那你认定是会的 那么我现在就要问你 你明知道将来如果有可能会的话 你干嘛非要追回这一段行情呢 因为我放不下 放不下指着这几天放不下 而且放不下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了一个新人的出现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你不一定放不下 姑娘我真的想告诉你 你承认也好 或者你没有意识到也好 你现在的这种判断呢 在一个茫然期 你的判断不够准确 你刚才说你将来可能还会出问题 这个判断是对的 说明你还没糊涂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这个男孩子 我刚才问他是不是胆怯 是不是不敢跟你回到从前的那种 你必须要求他怎么样 而他胆怯自己未来未见的能走 做到你想要求的那样 而事实上你曾经对他的要求 他已经在胆怯中离开你 他已经是在胆怯中离开你的 他逃走的原因和不敢回去的原因 是因为他害怕 他将来做不到 至少他很诚实 他告诉你 我可能做不到 这是我的分析 来建一老师 我好不太看好他们俩 他在离开你 这个就是这么短的时间 无论是出于别人介绍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他选择了一个新的女朋友 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担当性少了一些 不是你将来依靠的一个对象 他是有逃避心理的 所以我从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你离开他是最正确的选择 事实上你的要求跟他的要求 你的生活方式 你对未来的要求和他对未来的要求 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些问题 你为什么会这么难受啊 因为我觉得建一老师说的 特别对 对吗 他说他这几年对我特别好啊 我不否认 但是 有很多东西 我不是说再忍耐吧 起码是说我没有再计较 我不想八 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姐姐非常纠结 对 我们从心里边 我相信他们和我一样 特别希望看到一个美好的结局 我做每个节目之后都是这样想的 可是从另一方面现实的角度来说 我真的认为你现在回来找他 并不完全是你离不开这个人 而且我也真的不完全相信 他回到你身边之后 你能改变 对 你能不唠叨 你们俩不会争吵 如果说 我说好 今天通过时代说的努力 你们复合了 三年之后 还是不行 那个时候姑娘 你多大年龄了 你受的伤害将会是多大 所以我觉得你要自己考虑这个问题 孔曼 我是觉得我的心非常痛啊 我能感觉得到 所以这个位置 我的心也特别的纠结 但是我是觉得你这种心痛的 这种过程是 当然是需要有一个缓冲的过程 刚才王导分析的特别对 如果说你这个心痛的缓冲的过程 必须是以把这个男人追回来 然后又在接下来一年两年的时间 去发现这个男人不好的地方 然后又慢慢地把他放掉 因为当初你放掉这个男人 必定是有放掉他的理由 那你现在又何必 用我们刚才分析到的 因为他找了一个新女友 而你心不甘这种方式 一定要把他拉到身边来呢 我再度各位都经历过失恋这个过程 我们都是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 一步步疗伤 但绝对如果用感情来填补的话 是最愚蠢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这个姑娘 在失恋的时候最可怕的是什么 是什么让我们在失恋的时候后悔 就是习惯 我习惯了有个人陪着我 习惯了有个人让我撒娇 说太对了 给他讲讲习惯 习惯了一个人 当我不高兴的时候 他能够听我说话 习惯了跟他打架甚至是 当那个人离开的时候 没了身边空落落的 没有找到另一个填补的空间 没那么快找到 我不知道你男朋友是不是 前男友是不是因为害怕失去 所以找了那个朋友的小姨子 但你显然是很不习惯 他能回忆起刚才他的那一段话 他说不能说是我培养他的 但至少他从800块钱 现在赚到多少岁 从心里他一直在培养这个男人 他一直希望是自己培养出来的 但是你把他培养到几千块了 但是他培养的或者很不情愿 被你培养的很不情愿 他也想培养你 可是他做不到 你的强大一直是他的一个痛 所以就是这个姑娘 我真的觉得你来的时候 你的那种状态我们都能理解 甚至我在中间都想跟大家说 呦我们其实是不是应该 劝这个男孩复合 但此时呢 我真的希望你冷静的 静下心来的去想一些事 因为很多东西呢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等他真的回来以后 你要的生活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他已经有心理优势了 我都会想过 你觉得你能受了是吗 我只要他一颗心 所以这就是刚才七十姑娘 我已经跟他认真地谈过 这个自尊和这个自强的问题 他已经听懂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 我特别希望是这么一个结局 就是今天我们结束之后呢 你放下了 但是有一天他发现他放不下 他回来找你 因为他觉得离开你也不习惯 甚至他可能受到了我们大家的这些信息的影响呢 他发现一个男人不能这样消沉下去 要奋斗 要奋斗就得改变 他发现只有你刺激他 他才能改变 他来求你 你不要告诉他 想回来跟我在一起 没问题 三万块钱拿回来没有问题 我们继续结婚都没有问题 就是有一条 你必须得自强 你必须像一个男人一样 你得改变 那个时候他说好 我去做 这是正常的 否则你现在回去 你说一句 他告诉你一句 你凭什么非得让我回来呢 我只是突然很想珍惜那四年 这个道理很 我也明白 就是可能我离开他 我不一定遇不到更好的 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 作为一个失恋若干次的人 你肯定会遇到更好的 依你现在的年龄 条件 各方面的这种状态 我刚才一开场不是说吗 你觉得自己像块抹布 你把它擦干净 平顺把你扔了 对吗 你就是一个哭着的红抹布 就坐在这 但是我要 但你要把自己 但是你要把自己当成抹布的话 没有人会把你捡起来 你明白吗 你说的非常对 你肯定能找得更好的 但前提 是那个更好的人 一旦喜欢上你 觉得你是值得我一辈子喜欢的 我特别担心你碰到了更好的 那个更好的也跑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要认真地想想 我觉得我们说服你的这个前男友 让他考虑你的情感 然后呢也许回到你的身边 不是没有可能 有一点可能 但是值不值得 就你要给一个结论 你要不要自己去想一下 我也很怕回不到过去 肯定回不到 不用说你很怕 我告诉你肯定回不到 他还跟这个女孩开始了一小段 新的这个女朋友开始一小段 不管他们现在走到什么程度 如果他回到你身边 你能不介意吗 你能允许吗 你千万不要认为 你离开他 你找不到更合适的了 过了三个月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能找到更合适的 所以现在你要做决定姑娘 我们马上要开始调节 你要做决定 分还是合 还是听听意见 我想即使要分 我希望大家能 说服他那种心理 他不应该恨我 我不想他恨我 这句话我立刻就让他说 我不恨你了 他可以说 但是他那种想法 他始终坚定 你现在要先回答我 姑娘 我就再一次提醒你吧 我就告诉你吧 你现在就是要一个 把他的心呱嗒地拿回来 揣在自己手里 在自己手里 特别好玩 知道吧 在别人手里放着不放心 压着肉 拱手相让嘛 他说了 然后哪天 你发现 还不好玩 谁要 要吗 递给别人 这就是你未来要完成的任务 但是我要告诉你 拿在手里可是烫手的 心是有温度的 所以 要不这样 你跟你这个男朋友 听听我们大家的意见 然后再决定 好吗 好 来帮我把男孩请下来 来请上各位专家 现在在那屋 自己安静想了一会儿 对吗 对此事你现在怎么想呢 我也很矛盾 很矛盾 来听听大家的建议好吗 来建议老师 这男孩子 他已经开始了一段新的 让我们有点 就是觉得扑术迷离的 一个所谓的恋情 因为他现在在接送那个女孩子 实际上是在产生一种新的一个习惯 这个习惯可能又是一个男女之间的一个跟情感有年代关系 因为人家介绍的本身就是男女朋友嘛 是不是 他亲入点就还是一个男女朋友 那么他现在在接送别人 实际上就是说男孩子已经开始一个新习惯了 但女孩子还沉浸在过去他们俩的爱的一个旧习惯 我觉得已经产生一个错位 马丁 失恋的时候的典型征兆就是回忆过去 当初我怎么不这样 我怎么不那样 我真该特别是出于相对劣势的那一方 想挽回的那一方 强势的那一方会有种什么心态呢 是说你早干嘛去 这时候跑过来求我 是吧 有一种复仇的快感 当然我不否认肯定还有意思 在引号的 对 这过去的那种留恋 我在这个男孩子身上 仿佛看到我刚才说那种快感和流恋 当这种时候呢 他就比较占主宗位置了 所以一个是低着头哭 一个是说 说一些狠话的 在这种状况下 我不建议尝试复合 我说的比较直接 因为现在他们俩的位置就是不对等 这种不对等的位置导致就算 诶再试一试能不能再在一起 心态上调整或需要时间 哪怕一句话当初是你求我回来的 咔嚓又断了 我倒是觉得他们应该复合 为什么说应该复合呢 是因为我们告诉他复合之后的一切 那都是语言系统的一组词汇而已 对他来讲 想删除 出门就可以忘记 因为他觉得他应该回来 他还爱着他 他爱着他的理由 是他已经判断不了何为爱了 当然他们肯定爱 只有他们自己复合在一起 再一次的感受一下 是不是我们说的这样 也许奇迹就发生了 因为事实上我们怎么就能判定 这个男孩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 变得更加 这个积极主动热情 并且愿意让自己在事业上 攀登一个新的高点呢 这种可能性也完全有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希望让他们自己拿出一点时间 来去判断未来 否则的话 我们也许丢掉了一个挺好的组合 我反驳你一句 世界上最难改变的就是人的本性 习惯 如果他们能改变 不会四年时间走到这一步 我想说的是 这个男孩 你们没有发现吗 新的女友 明知道他表格不告诉他 他们的情况吗 明知道在之前有这么一个故事 居然不问他 新的女友真的适合他 适合他 但是就不适合他 因为看他未来要什么 如果他要想改变自己 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我以为这个女人是有能力改变他的 除非他不接受 他只要接受跟他待在一起 这个女人对他的要求 他有某种习惯 他曾经说我不能离开你 他也求过人家 而这种习惯没准就制造出来一个 比较让我们认可的男孩 所以说你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觉得这个女孩 没准还就是改变他的那个人 突然想到一首歌 现在最流行的一首歌 就是那个歌词啊 当初是你要分开 分开就分开 女士说 如今我还用真情换回你的爱 这个当初分开是有理由的 我认为在这段感情当中 这位女士其实过错要多一些 就最开始的过错在于你 就你自己没有判断清楚的时候 做了一个决定 然后完了之后 把这段情感呢 轻易地放掉以后 我以为这个男士 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 也没有什么过错 但是他今天能够到现场来 其实他今天出现在这个现场 应该是对这段感情的 过往的这四年的感情的一个尊重 可能他在语言表达上 用了很多狠词啊 我认为是他的性格使然 但是他其实是 还是在对这四年的感情 有一个留恋 包括他刚才的一个态度 我以为他现在所谓的女友 其实是在粉饰自己男人的尊严 女孩子任性 包括他现在回来找 其实仍然还延续着自己的任性 他觉得他永远可以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就有一个强势的心理 因为他确实有一些硬件系统啊 是高于这个男孩子的 但男孩子呢 虽然说好多地方不如女孩子 但他有很强的男人的尊严 以及大男子主义 这个女孩子跟别人那张照片 不管女孩子出于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下 和人家拍了那样的照片 于这个男人而言 他为什么产生恨这个女孩子心理 为什么有现在想躲开的心理 其实都是深深的触伤了一个男人的尊严 那么如果说 我为什么不主张他们回去呢 修复了这个东西在心底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就是埋在他们俩之间的一个祸根 可能将来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永远就是会翻账 他翻这个女孩子的账 他翻那个男孩子的账 那他们俩永远也过不好 你特别希望把他追回来 其实我看到了你的决心 但是你要告诉我 如果他真的跟你生活在一起 你能允许他没有什么追求吗 不能允许 是吧 他说他不能允许 如果是这样 我就必须再增补一句话 这个男孩做到 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有相当的难度 但是想让你放弃呢 恐怕更加有难度 马丁 我还是建议好喝好饭 原因很简单 除了我们听到他们的种种情绪之外 背后家庭的因素还是很重要 女方的家里 希望自己的女儿 嫁给一个条件更好的男人 她有机会变得更好 但是女孩未必等得起 家庭因素的决定 可能是你们分手的重要原因 那个是改不了 不管我们在这怎么说 家里的决定都改不了 那改不了 就使你们将来的路会很难 真的那么难的话 是不是真的要一根筋走到底 我建议不要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这两个年轻人 我觉得现在你们特别需要 听我们认真的分析一下 立地我们都说出来 你们要做选择 当然选择中呢 也有一个折中的选择 就是说我们先分开一段 大家看看 有一个折中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想清楚了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觉得很 对对方还是有情感的 那么我还是希望你们 咱就赶紧好好在一起 从这样互相折磨 来建议老师给一个最后的建议 我还是建议分手 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 既然已经 其实他们前面已经尝试分手了 这种反而从我接触的 大量的这种案例来讲吧 这种翻饼落饼式的东西 最后到结局还是不好 与其耽误精神 浪费感情 耽误时间 干点什么不好啊 我很矛盾 真的我特别纠结 我其实在私底下 跟建议老师沟通的时候 我很赞同他的说法 但是呢 在面对 真的是面对一份真实的 真切的感情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 冷暖自知吧 那种痛心的感受 可能只有 你们自己知道 我相信 即便我们今天在这做了一个选择 出了这个舞台 出了这个演播室 这个女孩还会去找这个男孩 还是会的 因为 他从今天这个男孩到现场的 一些话 他看到了希望 如果这个男孩干脆不见 今天也不来 什么都不给他任何的希望 电话也不接 换号码换工作单位 什么都不理他 他可能没有办法 随着小心 也可能就彻底的放弃了 我倒觉得是这样 这个姑娘 你既然来了 选择合 咱就好好合 真要选择了分 我建议你好好过自己的生活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说我在这选择分了 我已经把谁来说 当成最后的一根稻草 大家说过之后 他选择了分 我还得黏着他 那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大意义了 你认为呢 有道理吗 来 王导 昨天 看一个小科的采访 他说人当初有爱的时候呢 实际爱就是那么一小团 那么一团伙 但是当大家走在一起 知道自己爱 就开始给他后边 开始包 去眠 工作 什么家庭 房子 汽车 越包越大 越包越大 他说最后大家知道 把里边的那个东西忽略到 根本想不起来 当发 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打开一看里边没了 他说只要这个 团伙 这一团东西在 他有 非常可怕的力量 爱这个东西 他是有力量的 如果你们用 自己曾经有的那段爱 或者说你们还 已经留存下的这份爱 想拯救一下 对方 想改变一下对方 不妨做一下尝试 因为我始终觉得 这个男孩要是缺乏了鼓励 缺乏了 甚至有一些小强迫他 我怕他真的 过上几天那样的日子 就被社会淘汰 我不怕他被那个女孩淘汰 我怕他被社会淘汰 如果你真爱他 我以为你应该以帮助他的角度 给他这样一种勇气 让他跟你尝试着往前走 因为事实上 他刚才说 我愿意 这个愿意里头 其实也包括了现在的 多多少少的一点愿意 马丁 究竟你和他之间是完全割舍不掉 甚至为了挽回这个爱情 不惜让谁再说 拿谁再说挽救我的爱情 还是说 发现只是我在努力挽救我的习惯 三个月时间足够了 你都走到这一步了 姑娘 面对所有人 让所有人看见你的努力了 你都走到这一步了 我很佩服你 但你更勇敢一点 那才叫拿三个月时间 让自己能够安静一下 就我们刚才说的 冷一段时间 三个月之后你还放不下 我想跟这男孩说一下 现在在这段情感中 或者今天这种状态下 你是占有优势的 但是并不代表你一辈子占有优势 对 如果你抓住了今天这个机会 我们立刻就会给你们分别一些建议 你们该接下来怎么相处 也许你就收获了一个 真的你该爱的人和这段感情 但也许你真的认为 从心底你怕了 你受不了了 你分开了 你也别认为这个女孩回去以后 还会那样找你 还真不一定 也许她真的再也不理你了 等有一天你就追悔莫及 所以我不希望你们俩来会这么讲话 我特别希望你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不要说 你不相信这个女孩会改变 我相信你们都不是孩子了 来 请两位到今天来一下 背对背战一下 我想请你们一起来听一首音乐 听完音乐之后 两个人要做选择 是这样选择 两个一起看我啊 现在来看我 看我 如果你们觉得 你认为还可以继续交往一下 大拇指向上 如果 觉得真的应该 分一下手 大拇指向下 互相不要看 只做你自己的选择 先听歌 然后我说开始选择 再做选择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再来 日子过得怎么样 人生是否要真心 我将会是否要真心 过得平凡的日子 不知道会是否要真心 不知道会是否要真心 感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人生是否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我不能 感到彼此自己 如果你选择 跟他在一起 就这样 如果你选择 可能不行 我们要分手 这样 明白了吗 所以不选择 如果你不选择 就是我想 隔一段时间再说 伸拳头 明白吗 好 开始选择 在经过刚才的再次考虑之后 这对曾经的恋人 会继续坚持他们最初的选择 还是会发生 出人意料的逆转呢 你猜猜他是怎么选择的 我不知道 你估计呢 应该听了你们说的话会好一些吗 会好一些 对 你估计他会选择跟你在一起吗 不会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为什么伸出了拳头 做了不选择 放弃 不想选 不想选 你是过一段吗 还是想不想选择 就是不想选 他是不想选择 他在逃避 你知道吗 你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中 你必须要给这个女孩子一个明确的答复 你如果真的觉得你们俩能在一起 你就要说能在一起 不能在一起 就是不能在一起 你说我们俩在试着 那是试着 但是你应该给个答案 你不能让这个女孩子默冷两可 我现在还是一直在矛盾 还是怕冲着老路 处在百般矛盾中的张先生 究竟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这个一直摇摆不定的男人 会不会在最后一刻突然改变呢 我没有让你 如果说他能改的话 可以在一起 你刚来的时候 你非常坚定的说 你们不可能在一起了 对不对 你现在还坚持吗 不坚持 不坚持了 你觉得你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 对吗 小屋里边我也想了半天 嗯 你想什么了 如果说他要真能改的话 还可以走到一起 也就是说你心里面对他还是有爱的 对吗 张先生由于不决 考虑再三后 出人意料的 做出了复合的打算 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变 是否会让已经做出分手选择的李女士 改变主意呢 你确认你刚才的选择吗 确认 你是可以反悔的 确认是吗 你真的确认吗 姑娘我给你一个建议 即便你心里头有想反悔的成分 我也建议你坚持你刚才的选择 或者说要坚持一段你刚才的选择 对 否则你就会重蹈 那个非常不快乐的负责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到了 你背后那个男人刚才的话 他可以愿意在王芳一再的对论下 可以愿意再尝试 但是是有前提的 你要改变的事情 你要改了的话才行 从来选择的过程 我认为这是一个不特别担当的男人 我想说 你是不是受我们大家的心里的语言的影响 不管你选择是什么 你一定要尊重你的内心 对对对 我们没有任何人 方姐刚才说了 你还有反悔的机会 你确认是吗 你坚定的认为 刚才的选择是正确的吗 反悔吗 我再问你一遍 此时节目现场 两人的选择都出人意料的 和他们参加节目之前的想法 大相径庭 在最后关头 如果李女士选择复合 那么这对情侣将重新牵手 可是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三二一告诉我反悔吗 不反悔 来站这儿一下 先生 在那儿一下 你现在还不知道他的选择 对不对 不是吧 你还会是刚才的选择吗 没想到 就在刚才短短的一分钟内 已经做出复合选择的张先生 又再次改变主意 这个左右摇摆的男人 又转回了第一个选择 就是说放弃 对 你为什么要放弃呢 就你你 我觉得你起码给个话 行就是行不行就不行 还是比较害怕 该问上他 什么 别问上他 为什么 比较害怕是吗 那你就可以选择分手啊 我觉得你就给人一痛痛快快的画 搭拉各走各的路 也许人家混得还更好呢 你不要认为你这是 就是你选择放弃 是保护他 是不伤害他 你就是对他更大的伤害 我觉得 你如果说 我真的觉得他不合适 我就要告诉你 咱俩分手吧 这可能是互相各负责任啊 那如果说 他要是真能放得下 我希望他以后能做得好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让你重新选择的话 尝试着和好和分手的话 你用于选择分手 对吗 你确认吗 确认 你就说你刚才生了这个拳头 你是怕伤害他对吗 你明白了吗 我不想这样为难他 但是我也不想让你们 迷迷糊糊的生活 来帮我把道具上过来 我们不知道你之后 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所以这样包了花 和我们想的一样 你选择了放弃 所以我想 现在你自己抽出一只来 送给对面的女孩子 然后告诉她 为什么这样选 为什么这样送 你补一下吧 多年来一直没生存没关 其实你是很想感谢 他为你付出的那些对吗 我现在告诉你 她的选择是分手 无论接下来的路 我们各自走多高多远 都不要忘记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曾经有过那样一段 非常非常美好的爱情 我们都彼此深深的爱过 爱了就不说后悔 那么在分手的时候 我们依旧选择了玫瑰花 选择了一首 亲密爱人 你愿意现场唱一下吗 这首歌第一次唱给分手的人 今天还吹着风 想起你好温柔 用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 也不是无影踪 只是想你太浓 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摸 爱的路上有你 我并不寂寞 你对我那么的好 可是真的不妥 你是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 就想你 一直为我守候 亲爱的人 亲爱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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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再打扰他 对吗 因为是你自己选择的分手 对 先生 其实刚才在听歌的时候 我提示了你 过去安慰他一下 因为我感觉你心不在焉 我不知道你对这份感情 到底怎么看 我也不知道你的新感情 已经发生到什么程度了 但是我觉得 尊重过去 也是一种美德 我希望他不打扰你的日子里 你也别打扰他 不 可以吗 可以 那好 祝你们快乐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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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